接吊声有请今天的嘉宾 玛丽艾伦 男一号都坐中间 一姐真的是会说 一哥 终于想了个招 把腾哥挤下去了 就是你身上 一直困扰你的那个问题 智商 我真可以包和料 当年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何姐 他是小迷弟 来玛丽笑一个 哇 哇 哇 我与伦底的发布会 大家可以一点 就等你 不要停 不要停 明星自助 后果自负 大家好 我是吴雨伦比的主持人何杰 今天我们来的嘉宾是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团队 叫开心麻花 下面让我们接吊声有请今天的嘉宾 玛丽艾伦 声音太小我可以不见 好了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开心麻花演员艾伦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玛丽艾伦 要来跟大家见面 希望9月30号走进影院支持我们的电影 谢谢大家 首先呢 我们要恭喜一下艾伦 希望你终于把沈唐给挤掉了 一个 一个 什么 最近千辛万苦 我终于想了个招 把腾哥给挤下去了 我演了这个戏的难一 是 当时都做了一些什么被逼的手段 就是 介绍他玩一个游戏 叫萌者荣耀了 对 所以这次你们两个听说是演情侣 但是好像貌似正在暗恋他 暗恋他 我和玛丽是进麻花之前 我俩就在一块 进麻花之前我俩就在一块儿演戏 在一块儿演戏 我还觉得是在一块儿呢 主要是现在没有机会了 现在没有机会 为什么没有机会 玛丽艾伦 他结婚了 因为他结婚了 这道不能说 他还是单身 我们特熟 我觉得手有熟了的尴尬 就是我俩拍吻戏的时候 这根本没有感受 吻戏 是的 是香甜的还是辛辣的 我们是水吻 是 这么浪漫 还有这个在拳台上的 壁咚吻 而且是我壁咚他 那一刻我就难有力爆棚了 你知道吗 你吻我和吻沈腾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太大了 谁的嘴唇比较厚 不是嘴唇的问题 对 腾哥是因为那天我拍戏 拍吻戏的时候 他故意吃了大蒜 这么损呢 对 所以压根是对他是特别讨厌和厌恋 那个味道至今想起来 哎呀 你知道我知道 凭了这个梗之后 我头跟你拍尾戏 我三年之前 就注意我的饮食了 你知道吗 随这么对比一下的话 谁的稳感会比较好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 艾伦的最好 因为艾伦就是 以不变应万变 什么意思 就是我就跟稳了个木头 没有区别 情也需要 没有给我精力 让我准备温柔的稳 那如果给你一次机会 要有一个温柔的稳 你会怎么表现 你要跟何大宝试一下吗 你怎么这样 我可什么都没有说 没有 没有 没有说 怎么 怎么这样 你想什么 我就说我头发不明白 我觉得得考验我的智商 那我们今天给艾伦出个题 好 因为你不是跟玛丽关系特别好吗 然后默契很深吗 所以一会儿呢 我跟她两个人用笑完成一段对话 你猜一下我们对话 你再说的是什么呢好吧 好 没问题 来 我先跟你说一下 好了 开始 你先笑 我明白了 何老师第一个问的是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好 你说的是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可是不知道咱们就继续笑 肯定是假 肯定是假 我们有这么的没有底应吗 她特意跑过来告诉我 我们要笑 要因为什么笑的主题 你能看出是这样的 你没看到我还用眼神在给你 默契 就是你身上一直困扰你的那个问题 这张 我们来对白一下 艾伦是不是嗓 你觉得呢 有点 真的是 然后我们开心吧 画的第一部电影是夏洛特烦恼 然后票房也特别的高 口碑也特别的好 那第二部那个驴得水呢 就 口碑很好 对 怎么唱的 我要 你在我身旁 是吧 好好听啊 我要 你为我手撞 这夜的风而吹 吹得心痒痒 我的晴朗 你在何方 眼看天亮 真的好听 我脸都红了 我脸是不红了 第三部修修的铁拳呢 作为咱们麻花第三部电影 你俩会觉得压力大吗 因为顶着前面有一部驴的水 其实我还真没觉得压力有多大 是因为麻花一直是一步比一步好 所以你自信的理由在哪 自信理由是因为我也难医啊 我也难医啊 咱们给所有的观众一个 别一个了 三个了 三个必看咱们修修铁拳的一个理由 我觉得 这次修修铁拳 有一个特别大的看点 是因为它是夏洛的原班人马 那我觉得开心麻花第三部修修铁拳 我敢负责任的说 真的是爆笑 它比夏洛那会儿的包袱还要小 我觉得第三点就是 我们麻花的作品是良心之作 就是每一个剧本都打磨了好多年 所以说我们是对观众负责任的 嗯 所以那我们这一部修修铁拳 到底有多好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片花吧 哎 那刚才那个有戏是你吗 不是好多人认为是我 真的不是我 不是你啊 嗯 那我就看了 再演一拍 这是谁啊 是一个移动员 就只为了那一下 哦 所以你扒上裤子什么感觉 哎呦 哎呦我笨想我跟你说 哈哈哈哈 这是我毕生的梦想 哈哈哈 真的假的 哈哈哈 但是你要跟一个陌生的男子 然后 那么近距离 我的脸和他的屁股 真的就 就就就就马上就贴上了 他虽然穿了一个 那种私质的肉色的打底裤啊 平脚裤 但是他进了水之后再一出来 特别他一弯腰以后 就全都看见了 我不想看的 但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假装自己看不见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 然后拍完这场戏之后 哎呀我就回去各种忏悔啊 就觉得自己 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没事 你得怪他是个陌生人 这要真是他怎么办啊 是他我还好一点 因为特别熟嘛 我怎么觉得认识会更尴尬呢 你会每次见到我 都会想到那一幕啊 哎呀 没事别想 别往深了想 不要 我发现艾伦你平时挺能说的 你今天怎么 今天今天太羞了是不是 不敢接了是吧 你细放开吧好吧 用你的名字命名的节目 吴云伦你 我真可以 我真可以爆个料 在当年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和姐姐 特别喜欢听他在台湾唱歌 真的我真不骗你 你投票了吗 投票 没投票你说个屁啊 这是你这一次第一次出演电影的男一号 当时得知这个消息什么感觉 按导演的话说你终于可以登机了 那我就去定做龙袍好 那有没有想过这一部男一过后就再也不会有男一了 为什么 被定型了呀 然后比如说你想要转成一个偶像派的小心肉 那就是没可能的了 偶像派我说心里话我真的转不了 我真没想过我要起源偶像派的 你不觉得自己帅吗 我觉得艾伦很帅 我们做喜剧的可能 内心好像都有点略微有点小自卑 是 但是艾伦你朋友的角度 你真的特别帅 对啊 喜剧界的一股轻微 就是晚了 晚了 对 就年纪大了 入错行了 就是年纪大了 如果再年轻十岁 就真的没有他们什么事 所向屁地 我其实我就是想拿这个戏 先把我傻掰一下 大傻车 你要干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所以他们一见到我就说 这傻子 这傻子又来了 或者这大傻客 所以这个戏正好是跟大傻车性格 完完全全不一样 马晓在这个人物里 他是智商很高的 120以上的人 所以我在这个戏里演的 也是一个非常机灵的人 你是演猴吗 那眼神 压力大吗 当时接着角色 其实不打 是因为话剧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块 就是我和马力演 你就演他 我就知道滕哥肯定演不了这个角色 什么 我也没什么压力 为什么呀 因为他不会打 他学呀 他协调性不太好 造业 刚才那个飞跪没看出来吗 滕哥在我心里 一直是一个大哥的位置 没有他惧怕的东西 结果那天拍这个威亚戏的时候 我说滕哥 你得小心点 威亚挺危险的 底下还有棵树 你别扎树 滕哥说 没关系 没关系 不用担心 好 然后武航替他试完威亚了 问说 滕哥你准备好了吗 可以来了吗 滕哥说来吧 给我捆上嘛 其实刚才那威亚不高 也就三米来高 一楼上个台阶的那个高度 答案说 你就特别帅的从那边出场 然后一个剑步登上台阶 双手一倍像大师似的飞下来 跪在那就可以了 滕哥说好 没问题 按着开始拍 第一条 特别帅的出场 带着风就出来了 结果踏上那个台阶 离地缸这么多 疼了就去 他就表现出了他脆弱的那一面 别动假装了解我 所以当当下滚下来 在你们面前的时候 什么感觉 等了三十五年 终于等到这么一天了 超烟 那这个戏的最大一个戏剧的看点 就是身体的互换 也就是说你们两个要演彼此 那都说你们俩默契度也这么高了 演起来应该比较容易吧 他好在就是艾伦的有一些 他有一些小的表情 我可以抓得住 比如说艾伦的眉毛 他喜欢挑眉说话 他一说话 对 你看他就喜欢挑眉 然后我就把这个挑眉的这个表情 就加到我这角色里面 挑着眉 然后就一挑眉 就整个人就是不一样了 包括他这个人物性格 还有他抖腿 没事他就爱抖腿 就在哪都抖 抖啊抖啊抖 我也把这个加到戏里面 这是外在的一些东西 更多内在的 我就会咨询他 还问你演一遍 你告诉我 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 你是什么反应 所以其实也会通过这个戏 让你们更加的了解是吗 是 有一场戏是我俩刚刚换完身 然后之后 我要从医院二楼跑出来找他 他在一楼找我 我就会问他 我说马力那个平常女孩跑 会怎么跑 他怎么跑你不知道吗 马力跑太好学了 马力跑太好学了 怎么好学 那马晓儿怎么跑 马晓儿跑就会 我们现在要不跟大家展示一下 你们两个互换了以后 指定的一些动作表情好啊 来玩一下啊 行 听雷声 听雷 听雷 换了 我穿裙子了大哥 失恋了 别哭了 别哭了 毕业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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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热恋了 发霹 NY 虽然是多啊 Oregon 我别忤认 nik 谁呢 带着玩的 结婚了 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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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种那种 比如说跟朋友一块去吃饭 然后有一个不相熟的朋友 突然来说 哎呦 玛丽亚 哎 你给我哭一个 那错了 他说玛丽亚 来 你给我笑一个 从我跟何老师演的小品 到现在多少年了 十年了吧快 想知道比尔盖茨 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的首富吗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明微软的时候 脚里垫着我们的超幸福 一直都是 来 玛丽姐 你笑一个 我特别喜欢你 你笑一个 我正吃饭呢 你笑一个 这不是从此以后 就再也不想笑了 有一段时间特别排斥 这个笑 到哪儿去都笑 很尴尬 来 玛丽笑一个 刚刚说的都白说了 其实内心根本就不排斥 就为了等你说 让我笑一下 玛丽姐应该不是第一次演男的了吧 没有 我没有演过男的 后来有没有转换不过来角色 这肯定的 我到现在都没回来 现在只是好了一点点 拍这个电影两个多月 拍完的连夜杀青的那天 我继续录东方卫视的旅途的花样 好多网友还骂我呢 说那个你是傻吗 真人秀真真人呢 你连妆都不化 我就是把自己当个男的了 劈头盖脸的 就是每天洗完脸的 就出去跟人家疯跑 人家下车了都把东西放车上 就我背着跑 满山遍野地跑了 就是那个状态就是完全处在一个 没心没肺 大大咧咧的 其实你私下性格也应该是这样的呀 还好吧 我见过阿丽最女人的时候 其实她生活里挺非常女人 特别温柔的那一面 就是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阿丽每次都会拿一锅汤来 你包的 自己包的 挨个给我们盛汤喝 尝尝我的汤不好喝吗 这口脸特别温柔 喝不 我最近在网哥卫视 也是去演一个小品 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你们小品演员都不睡觉的吗 不是 我们小品演员 是在腾哥带领下的 开心麻花团队都不睡觉的 我们是正常人 我们也需要休息 但腾哥不正常 我跳个楼 我脑袋可不好使 你看他们一点褶子是怎么来的 真的 他就是熬夜熬出来的 他是不看见太阳 他不睡觉的 对 他也不让别人睡 对 就是创作就是这样 我们是把最痛苦 别人看的好像都是我们嘻嘻哈哈 特别开心的一面 其实我们最痛苦的时候 都是自己在那创作 大家在一块儿聊本 太不容易了 其实这部电影的最大的卖点 就是你们两个的角色互换 那我们今天准备了一场 寄信的演绎来考验一下 两位嘉宾的实力表演 是不是真的很棒 给我马上进入了 我们下一个环节 马列鲁最想玩什么 一 修修的乡亲会 二 铁拳争霸赛 三 开心麻花年会 去玩一个吧 铁拳争霸赛看着好像太生猛了吧 打个你死我活的 对 我觉得第二个挨打了肯定是我 所以不能选第二了 第三个开心麻花的年会 你们的年会之内会友好特别开心 就像看一台春晚一样 什么时候邀请我去一趟 好 今天 今天再游戏情绪去 好 你可以唱首歌 不要 选第一个吧 修修的相亲会吧 好 那我们去看看 修修的相亲会的规则 请看大屏幕 本轮演绎将会根据剧情发展 给出三个情景 演员记性皆词 但每次所说的台词 第一个字母的深母 必须是给定的 给定深母会在演艺中随机切换 当看到收尾深母的时候 演员要将当前的情景 进行收尾 三道具吗 欢迎大家回来 玛丽亚人最想玩的呢 叫修修的相亲会 起开大屏幕 请景一 在无与伦比的咖啡厅内 爱迪生正在与女博士 何大宝进行一场 秘密的相亲会 三 二 一 开始 对 叫我呀 我是一定要用这第一个字母说是吗 对 第一个字 是大宝吗 不是不能是是 大宝是吗 大宝是你吧 深点说 大宝是你吧 深点说 大宝是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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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子 大神 我还要按这个字书啊 人家给我背张纸 人家给我背张纸 这怎么了这是 方便的话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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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说的是 为什么我全倒装俊 咱们做一副好不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哎 哥以前 哥以前是学打拳的 您呢 好久没打了 我是算生疏 同行啊 那就好聊了 那就好聊了 好聊了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这是一品 借话说的 借话说 借话说的 咱俩这不是来约会吗 是不是应该说一些 暧昧一点的话呢 这个 有点不好意思 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借不是第一次吗 两人相谈正宽时 爱迪森的前女友马晓忽然出现 看不看 看那边 走 黑欧女性吗 离他远一点 分手了这么快就跟他在一起了 就是你们之前就在一起了呀 李给我解释清楚 这么说就好办 李理解不了我 李是怎么想的 李怎么找了他这么个玩意儿呢 李永远是这个样子 你们为什么不能找一个 每天我都想你 我就想说 我们还有没有希望能在一起 每天我都想你 早上起来给我做的早餐 中午在家扫地 晚上带孩子 没法过了这日子 朋友 咱们还是作为朋友吧 朋友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朋友 朋友 你离开这儿是不是 你别搅和我俩好不好 朋友 其实我真的是他的朋友 我就是来帮他测试一下 你到底有多爱他 祝你们幸福 再见 好玩吧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试探你 但是我觉得咱俩真的 嗯 也没聊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要不咱们去见见我的父母 爱迪森与何大宝感情深温 决定结婚 于是他们一起去见爱迪森的爸爸 爱因斯坦 我是他爸呀 回家吧他们 去见见我的父母 好 我父亲有点怪 哎呦 哎呦 儿子回来了 喝了吧 喝点 好吧 我就不喝了 来 你先坐 我给你介绍一下 看 我的女朋友 怎么样 这小伙长得不错呀 双眼大饱皮啊 哎呀 看土气咯 人家是个姑娘 姑娘啊 离我儿子远一点 我儿子喜欢小伙 我知道 爸我什么带小伙 朋友家呀 哎呀 上一个那叫长远 那小子我见过 别撒 爸 两天前我见过他 你那回事 搞过咱蒙天再来好不好 您看啊 我讨论也找一个对象 而且这个对象 让我特别的满意 您就应了我们了 好不好 你有什么彩礼啊 上我们家啊 您给我彩礼吧 哦 上我们家都是你给我们 我儿子养了三四五十年了都 那不能白给你啊 你有没有房 有没有车呀 好车他家有好几辆 是 不得干了 让一步 让一步 让多少 让 房子车就算了 就彩礼就行了 现金 人民币我它有 要多少有多少 行吗爸 杀孩子 行 是不是又成了 是 是不是你们家给我彩礼 是 去去 去看看我妈 啊 你妈走了三十多年 你这是哎呀 对嘛去看一看吧 也给我妈介绍一下 去就去吧 走 是大宝吗 大声点说 大宝 是你吧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哥以前是学打拳的 好久没打了 我又晒身术 同行啊 分手了这么快就跟他在一起了 这是你们之前就在一起了呀 离他远一点 早晚有一天 他也会像甩了我一样甩了你的 回家吧 咱们 去见见我的父母 儿子回来了 你有什么彩礼呀 你有没有房 有没有车呀 离我儿子远一点 我好不容易找一个对象 而且这个对象我特别的满意 您就应了我了 行 演出汉了 这个真的好难 好难好难啊 实力派演员 说爆发就爆发 说来就来啊 词就是这么多 刚刚我们演的是你们擅长的 可是下面这个呢 可能会对你们来说 有一点点的难度 下面一个环节 媒体群访环节 欢迎大家回来 这里是《无与伦比》的发布会 最爱的这个环节呢 是我们的《无与伦比》的群访环节 前面坐的各位都是娱乐的媒体朋友们 那之前你们被问到过 最犀利的问题是什么 最近你们也在跑通告吗 最犀利的就是 好多年前了 有人说 真长那么丑 怎么还当演员呀 真假啊 哪家媒体 说出来 好多年前演话剧的时候 所以当时你是怎么回答呢 我记得很清楚 最开始是很受伤嘛 就是特别的意外 很气愤 然后我就跟她讲 我说每一个人的这个长相 都是父母给的 我说我妈觉得我好看就行了 回答得好 你有问 对我闹过最犀利的问题吗 我被问过特别尴尬的问题 是不是刚才我问你说 你喜不喜欢我 在当年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我 所以你投票了吗 我没有投票 没投票你说个屁呀 我被一个人问过说 他不是问题 他就跟我说 他说 我觉得中国演傻的 我只扶你一个人 只扶你一个人 今天的这几位 都是奔着犀利来的 对 我看他们都特别面善 你们选一个吧 还会来吧 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娱乐中国的阿里 这次我们了解到 修修的铁拳的主角是二位 阿伦是很多 麻花大戏的男主角 但是电影的男主角 还是第一次 这次打败夏洛和马东梅在一起 你有什么想对沈澄说的呢 首先在夏洛里边 就是夏洛拆散了我和马东梅 那是他在大家的想象中 观众认可了我们这对CP 对 所以我们这次 终于在修修铁拳里面 我们合二为一了 所以我觉得诚哥应该会 祝福我们俩 祝福我们俩 那马丽呢 其实我是个宝 但她一直当我是草 所以我现在找到了 拿我当宝的人 那春儿 我把一切都给你 能不能把东梅还给我 好 谢谢 给她这是我的问题 大家好 我是豆宇的记者蔡蔡 想问一下马丽老师 除了开心麻花的老搭档 沈澄和艾伦外 然后您还在电影当中 和古天乐合作过 还有在最近的节目当中 和华晨宇也互动比较多 想问一下 如果您在下一部作品当中 是在沈澄 艾伦 古天乐 还有华晨宇四位之间 选择一位合作的话 会选择谁呢 我希望下一部戏 他们四个都在 重心捧月的感觉 那谁来和您做那个男主角呢 轮着来 比着来了 看看他们谁的技术更高超 看谁的实力更高一些 那如果下一部角色 想要和华晨宇合作拍戏的话 您会感觉怎么样 我录真人秀 还认识花花之后 我还真的特别喜欢这个弟弟 然后我还感受到 就是花花可以演音乐剧 因为她唱得很好嘛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还挺希望跟花花一起演一个音乐剧的 那您觉得花花会饰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那种小王子吧 那您呢 后妈吧 后妈 家庭伦理系 对 你可以演爸爸 艾伦歌唱得也特别好 真的 超级好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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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情像草原广阔 真情像草原广阔 曾和风雨不能阻隔 总有一号 一处时候 万丈阳光照耀你一我 好 谢谢雨晨说我的问题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记者陈佳 我的问题想问一下 艾伦老师和玛丽老师 那随着开心麻花 被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 对很多人受到了大家的熟知 那二位觉得 你们二位是什么时候 开始走红的 走红堂上吗 我觉得让观众认识我 可能是第一年上春晚的时候 春晚之后真的是 至少有一些阿妈 爷爷奶奶认识的 有这么一个傻子还挺有意思 可是那会儿让大家知道了 有这么一个喜剧演员 当时觉得什么感觉 当时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我记得春晚第二天 我就去咖啡店找一个朋友 然后就被人认出来了 我还觉得 他认出来了 他肯定昨天晚看了 重播也看了 我还挺幸福的 玛丽老师呢 走红啊 我觉得应该是下落特烦恼 这一部下落的电影 就让我的生活不一样了 出去体会到那些明星的烦恼了 什么素颜 戴个墨镜啊 戴个口罩啊 因为你真的拉里拉他的出去 真拍你 有没有就是走红之后 就被尴尬认出的那种经历 经常在洗手间呢 非要跟你拍照 然后或者是正吃 我吃小龙虾呢 手套满手的小龙虾满脸 那他正咬着呢 玛老师我们能拍个照吗 我嘴里还叼个虾 我说你让我把这虾吃完行吗 你真让我想起我有两次比较尴尬的经历 有一次在机场误机 然后我就站在门口等 突然有一个大哥就跑过来说 哎 特喜欢你 你给我签名吧 谢娜 你给我签名吧 谢娜 还有一次呢 就参加一个秀吧 也是有一个小男生吧 在旁边跑 范冰冰 我见到范冰冰了 哎呀 范冰冰好好看啊 好 我遇到一个真的特别的方法 是真的是在上厕所 站立式的那种 然后之后他在我边上 他认出我来了 然后他之前趁我笑下点头 我也没当过的事 我就重新点上头 我就站在那 他站我边上 然后他把手机举了起来 他就转头就看我 他看我 我也不能说你别往下瞄 或者是 是一直 我就没有办 我就一直冲着你 哎 你也来了 哎 好 哎 好 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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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跟他用眼神沟通 我就一直强摸他的眼神 再看我 看见 哎 好 再看 我觉得这太刚刚上了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发布会上 大家都说沈腾老师有点膨胀 那现在开心麻糊啊 团队里谁最膨胀呢 这个问题也只有艾伦能回答出来了 哎 我很少去公司 哎 我很少去公司 哎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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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哥吧 那有什么表现吗 胖了 确实胖了 好 以上就是我问题 谢谢 三文老师好 我是《果然娱乐》的记者杨更 想问一下艾伦老师和玛丽老师 因为刚才二人也说了嘛 在电影中换身之后 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这些后遗症 有没有被二位现实中的爱人吐槽呀 在家的时候躺着呀 坐着 他们就 我媳妇就说 我说你怎么跟个女儿 我在家躺床上真的就是斜着 就这么看吗 然后白拍到地那我就这么看 玛丽老师呢 我拍完这个戏 骨子里面更英气了 我留了短发 最开始没觉得 就是演这个戏之后 越来越汉子 所以我决定为了我男朋友 把头发留起来吧 想再问一下艾伦老师 就是您在您的婚姻中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公 您和您的妻子的相处方式 是怎么样的 那绝对是一个好老公 顺利地把家里的家伙活 都揽过来了 我跟我媳妇 真的是苦日子过来的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住18平米的平房 我特别感谢我丈母娘她们家 人们从来没要求过 我没有房 没有车 那会儿什么都没有 就把女儿交给你了 我跟我媳妇 应该会一直很甜蜜 玛丽老师说过 说自己的男朋友 跟自己是姐弟恋 当时是谁追的谁 那还用说吗 当然是 当然是 相互产生了好感 也不存在谁追谁吧 就是突然一下就看对眼了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最开始是排斥的 因为我觉得比我小那么多 肯定不会幸福的 但是现在也快一年了 我就觉得我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 既然感情这么幸福 玛丽老师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这个还没想过 我觉得时候到了就会结婚了 像我这个年龄也该结婚了 好的 我们祝您能够早日结婚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正能量担当来自凤凰网的文豪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问题可能会稍显沉重 因为它需要满满的勇气和正义感来面对 就像是影片中的马晓 所以这个问题我是提给玛丽老师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您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微博上爆出了您在超市遭遇闲猪手的这样的经历 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其实这个就是我拍修修铁拳的时候 在那个我们住的酒店的旁边一个超市里 快到买单的时候 就觉得旁边有个人摸我的屁股 当时我全身就麻了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其实对女孩子来讲 这是小时候一个阴影 太难受了 我就叫住她了 我叫住她之后她还往前走 我抓住她 我说你不可以走 我说你为什么要摸我 她说我没有摸你啊 我说你摸我了 谁看到我摸你了 你放开我 我那个时候也不管说谁认不认识我了 我希望更多人能够帮助我 但是周围没有人来帮我 他们去看发生什么了 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说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我就找他们的保安 找他们的工作人员 你们帮我报警 我说因为她摸我 你们有厉害 你去找了公安局 我之前有碰到过一次 是去演出 然后呢那时候人特别多 我们在车上准备下车 然后大家都知道那是我的车 就蜂拥而上 围成了一个圈 就把我呢从车上 裤到那个台上面的这个过程里边 我就发现有人在后面捏我屁股 我就用手挡 然后我就发现不是一只 当时我转身上 我说谁摸我屁股 我看到的真实的场面就是 你假装听不到 假装听不到 假装听不到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当时我心特别寒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该去找谁 我是觉得就反正 不管是谁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首先不要沉默 对 就要跟这种变态的行为说不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 爆出熟人作案 对于儿童的猥亵 家长应该如何告诉孩子 遭遇猥亵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不知道玛丽老师 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建议 提供给我们的孩子和家长 我觉得家长要跟孩子 多一些这方面的教育 对 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千万不要觉得说 哎呀这种事情 我怎么好给小孩说 而且像我现在有女儿 我就想起来小时候 我妈跟我说 如果有一些什么怪的叔叔 要摸你或者说 给你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的话 你要跟妈妈讲 你不可以自己埋在心里面 可是那时候 我脑子里面我没有概念的 我不知道或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或者怎么样 后来我还真遇到了 而且就是我们隔壁邻居 的一个叔叔 就来动手动脚的 我当下我没有什么反应 回家之后我就跟我妈说 所以我自己小时候 也经历过这些事情 我就一定会告诉她说 你不要把这个事情 埋在心里面 因为埋在心里面一定是一个结 而且在她那个年龄阶段 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她是解不开这个结的 对 你早一点教育 早一点预防 对她来说是一种保护 而且遇到这种情况 首先你别害怕 然后你要勇敢地站出来 能取证的话 我觉得你要直接取证 然后你要报警 第一时间报警 希望警察能够帮助你 以上就是我的问题 谢谢 谢谢你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文艺之声的记者 我叫王雪 在之前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视频 相信大家可能也看过 就是和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 近距离地进行了一个三分钟的对视 不管是自己的父母兄弟 或者好朋友 或者是闺蜜 都会产生一些 出乎意料的一些情况发生 今天要不要就在现场 来试一下 我们俩忙 可以啊 没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首先觉得三分钟有点太长了 我看马力哭了 我得给他找张纸 谢谢 就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 去跟一个人对视 然后艾伦是我们十几年的朋友了 我是一个比较容易伤感的人 然后我刚刚脑子里过的 全部都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到现在一天 他一路走过来 他所经历的所有 像过电影一样 从认识他到现在这十几年 然后到现在 像他演了男一号 其实他演这个男一号 特别不容易 包括他练拳的时候挨打 不停地挨打 打他的头 都肿了 我说你当时什么感觉 他说我就是蒙掉了 觉得脑仁都快炸开了那种 其实大家看到的是 我们现在可能人前很光鲜很亮丽 但是背后付出的特别多 他又是一个不善于说的人 你看今天做节目 我一直在底下说 我说你多说两句 多说两句 他说我你还不知道吗 他就是这样不争不强 就是像过电影一样 把这从认识他到现在这十几年 所以他害怕了 他说你怎么哭了 那艾伦你刚才这三分钟的心路历程 要不要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就像阿丽说的那个 我跟阿丽十多年了 我俩进麻花之前一起合作 我是看着阿丽从一个 纯情小姑娘一直到现在 什么意思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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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指的不是 我可能表达不太准确 但是我想表达一个 年龄跨度的问题 我为什么会给玛丽一个拥抱 就是因为我知道 她自己面对了很多 她自己扛不住的事情 但她自己都挺过来了 我觉得她最需要的 根本就不是语言 而是一个拥抱 我觉得玛丽很幸福的是 她找到了一个 一个能让她依靠的一个人 我就希望她以后能幸福下去就好了 然后第二件事 是我突然发现 我突然发现 突然发现人不可以同时看两只眼睛 只能盯着其中一只 一只眼睛看 第三件事是 但是我是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自己 刚才你跟她对视三分钟 你现在跟我对视三分钟 我对视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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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一下 你跟我对视三分钟之后 你脑子里面有几个问题 对吧 好 三 二 一 开始 一秒钟结束战斗啊 那我们俩来一次啊 三 二 一 开始 我斗鸡眼给她 给她斗笑了 好 以上就是我的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记者朋友们 刚开始那么好笑 那么开心 到最后好像略略有些沉重 麻花的作品就是这样 让你笑 让你哭 让你笑着流泪 所以要不我们在最后的时候 把气氛嗨起来吧 嗨起来吧 今天他们两位来呢 是来宣传他们的一部新电影 名字叫修修的铁拳 9月30号 请到电影院去支持我们的 修修的铁拳 支持我们的艾伦 还有玛丽 最后呢 在我们的节目的结束呢 两位再宣传一下 你们的电影吧 9月30号 开心麻花第三部电影 修修的铁拳就要上映了 绝对会让你爆笑 所以走进影院支持我们 谢谢大家 所以9月30号一定要来看 9月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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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去买票支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 五语伦比发布会 也希望大家在每周三的晚上 关注爱奇艺 观看我们的五语伦比发布会 这里有何志在等你 海浪那边就要看得畅快快 加入我们爱奇艺的VIP 私人定制你的十语听宣言 快来加入五语伦比发布会 爱奇艺泡泡圈 爱奇艺泡泡圈 泡圈泡剧泡爱豆 智能电视下载奇艺国 TV软件全家一起大屏观看 五语伦比的发布会 海浪美女看不停明星 欢迎关注奇秀直播 五语伦比的发布会 嘉宾将会稀疏登场 酷酷音乐 音乐总有新玩法 天涯社区 台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铃 感谢优朋普乐 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感谢手机百度百度百科的大理支持 感谢前程无忧 五一照 精彩无限的360娱乐 ZACKER 美拍 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爱奇艺任我看流量包上线了 打开爱奇艺APP 点击我的免流量看视频 免流量看五语伦比的发布会 随之随地韧性看 给你五语伦比的深度娱乐体验 上新浪微博 关注微博视频台 微博网络综 参与话题互动讨论 迎精美礼品 下面有请我们今天来的嘉宾 吴宾欣 你觉得萧敬腾会演戏吗 超会演 就真的把对方当成那个人 有假戏真做吗 他有女朋友吗 真的假的 真的 你想结婚吗 我要结婚 愿不放弃 只要追得很认真 终有一天结成婚 当年的四大花蛋 周迅 张子怡 赵薇 徐敬蕾 你最欣赏的是哪一位 为什么 跟他们四位前辈比 有哪些差距吗 爱奇艺 月祥品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